這次稍微錄影一下看看 我跟我打招呼的才算有簽到 那我們 我們就看到 昨天最後就是有介紹到一個公式 就是說如果是彈性碰撞的話 那你其實可以有這樣的關係是 就是一號物體碰撞之後的速度 它就會等於兩倍直心速度 然後去減掉一號物體碰撞前的速度 然後同樣的二號物體碰撞後的速度 也會等於兩倍的直心速度 要去減掉第二號物體一開始的速度 那直心速度呢 它的公式就是1-3 你要回憶1-3 它是總值量 分支 N1V1 加N2V2 這樣子 那有的時候你背不太起來 那個比較複雜的那個 什麼 兩個人 然後 那個 導致謙卑的心那個公式 那你可以記這個 因為你執心公式應該還記得 然後 這個 碰撞前 碰撞前的速度 還有質量 去算出執心速度之後 再去兩倍 那再去減掉 入射的速度 碰撞前的速度 你就可以得到碰撞後的速度了 那 我們接下來呢 就看到 153頁 稍等一下喔 我覺得我在... 好 回來了 剛剛那個 畫面有人 好 那麼 要簽到的同學就 在留言區跟老師打個招呼 好 那我們現在要介紹這個 彈性碰撞的特殊情況 在153頁 首先 先把彈性碰撞的這個公式寫出來 兩個 物體 互相 兩個人呢 互相承擔一個重任 然後這裡 自己減去對方 剩下留給自己 然後再加上 這邊也是 一起承擔 然後上面這個是兩倍的對方 給兩倍的對方 對方很好 給他兩倍 雖然說不知道是兩倍什麼 那 還有 二號 二號的話 就是把 這裡的數字 1 換成2 哇 寫錯了 這邊應該要是那個 把1換成2 所以這邊應該要是 2 再加上 N1加 N2 兩倍的 N1 V 那我們接下來要介紹的是 彈性碰撞的特例 彈性碰撞的特殊的例子 首先第一個是 如果 質量 兩個物體是一樣重的 那我們就 把它都叫做M 就不用分1和2了 因為他們是一樣的 那這時候你再把他們是一樣的帶進去 你就會發現 它這個 1-2這一項 都會變成0 因為他們今天一樣 一樣的話就是自己 比如說5公斤 5公斤 5公斤 5-5 還是 10公斤 減4公斤 10公斤 10-10 就會變成0 所以上面的這兩個式子呢 就會變成這樣 V1 然後再加上 不是加 不是加 那這個2 那這個2N 除以 N加N 它就是2 所以 這裡會得到的結果是 V1 就會等於 V2 這樣子 因為這裡的2N 這裡也是2N 那前面是0 因為這裡減掉了 5公斤 減5公斤 或 10公斤 10公斤 那底下這裡也一樣 V2' V2' V2'的第一項 也會是0 然後後面這一項也是一樣 也是一樣變成這個 變成2 所以這裡就會變成 V2' 就會等於V1 這個 有對稱的感覺 這個有加π 是碰撞之後的 沒有加的是碰撞之前 那 碰撞之前的 就是出 出 出速度 這也是出速度 碰撞之後的是墨速 這個也是墨速 那結果 你會發現 1號物體 它碰撞之後的墨速度 就等於2號物體的出速度 然後2號物體碰撞之後的墨速度 就等於1號物體的出速度 就好像 我去撞你 然後我的速度是5 你的速度是3 然後我追撞你 可是如果說今天是一個彈性碰撞 而且 我跟你是一樣重的時候 我跟你一樣重的時候 然後又是彈性碰撞 那撞完以後 我的速度變成3 你的速度變成5 就是我的速度原本是5 結果撞完之後變成你的速度是5 你的速度原本是3 結果撞完以後是我的速度變3 那這樣叫做速度互換 速度互換 這兩個就是速度互換 這是一個特殊的彈性碰撞的情況 在兩個物體質量一樣的時候的彈性碰撞 會造成速度的互換 那接下來是第二個 如果其中一個物體是靜子的 就是V2等於0 通常我們會以1號為撞 1號為撞進來的 然後2號是被撞的這樣 雖然說你要誰是1誰是2都可以 但是習慣上就是被撞的物體就叫做2 那如果說2號等於0 意思就是說它一開始是靜子狀態 那2號等於0的話 2號一開始是0的話 這些地方有V2的 就可以代入0 就可以直接代入0 那所以這一個式子就會變成這樣子 就會變成V1' 就會等於N1-N2 去除上N1加N2 然後後面這一項 就是要乘上0 乘以0 我寫清楚一點 乘以0 因為V2變成0 V2變成0的話 你這一項也不用看了 因為它乘上0 然後另外一邊也是V2' V2' V2' 也可以寫為 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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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是這裡乘上V2' 就要乘上0 那這一項就不用看了 那接下來再加上 2倍的N1 然後N1加N2 乘上V1 那所以這裡會變成V2' 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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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V3' V2' V3' V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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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會等於V2Phi就要等於N1加N2 2N1V1 其實這只是一些數學上的代換而已 就只是說它如果是0的話 這個有時候蠻常見的 就比如說有一顆球就停在那邊 然後你去撞它 那就是第二個物體一開始靜止 那如果說我們把它看成是彈性碰撞 你就可以帶這些公式 那這個公式裡面你就會發現說 一些特性 第一個 首先第二個物體被撞了以後 它的速度一定跟第一個物體的 撞過來的速度一樣 第一個物體撞過來的出速度是V1 然後第二個物體它的撞完之後的速度 方向會一樣 我剛剛是不是沒有講到方向 對不起 方向會一樣 因為這個是橫正 質量沒有負的 質量沒有負的 所以這個永遠大於0 永遠大於0 速度兩邊都會是正 或是都是負 因為這一項是大於0 那這就是說啊 有一個東西這樣跑過來撞我 然後我會往這邊飛 不會說 就是我的被撞了 我是2號它是1號 1號來撞2號 2號被彈開的方向 會跟1號入射的方向一樣 這還蠻直覺的嘛 總不會說它這樣撞過來 然後我往那邊嘛 對不對 所以 就可以從這裡看出來 這兩個一定是同方向 同正同負 但是啊 你看上面這個就不一定了 上面這個有減 所以有可能大減小 或小減大 就有可能會產生負的 有負的話就代表說 1號它反彈回去了 有負的就是說 它入射的方向 跟它彈開 碰撞完的方向 如果是差一個負號 就是方向不一樣 所以上面這裡可以探討的 就是它會有兩種情況 一個是同方向又是反方向 那我們就分別來看一下 先討論V1的 先討論那個 質量N1-N2大於0 N1-N2大於0的時候 N1-N2 N1-N2 N1-N2這裡相減會是正的 所以就會變成這個 V1-N2與V1同向 V1同向 小于2 那V1就会与V1反向 这也是蛮直觉的 就是撞过来的东西如果比我轻 如果比我轻 那它有可能会反弹 但是这个前提是在我不动 我不动的情况 我不动的情况它这样撞过来 它有可能会反弹 如果它比较轻的话 如果撞过来的物体比我轻 然后我在那边不动 它撞过来它有可能反弹 那是在我不动的情况 如果说我往那边动 我往那边动 然后它也撞过来 它追撞我 它不一定会弹回去 所以这只有在 我一开始不动的情况 那么还有就是 这只是大于小于 如果是远大于 或是远小于的话 也可以看出一些结论 我们先看一下同学没有留言 等这个黑栏杆 各位还可以吗 到目前为止 如果觉得还可以 就说还可以吧 有没有人画面很糊 还是画面清楚 都请你回应一下 就是画面是很糊 还是还算清楚 因为我想要知道说 那个同学 有没有办法收到这样子 这有的时候 是决定于网路的情况 像刚刚的第五节课 七班他们就收不太道高画质的 所以我试试看能不能录下来 录下来就可以直接放上去 好 我们可以把这个叫做 第一个情况 然后这第二个情况 第三个情况 第三个情况是 N1远大于N2 N1远大于N2的话 就比如说 举一个例子 就是 那个 谁呢 李彦峰好了 李彦峰他去撞那个真东阵 这样 就是一个比较 撞 然后 这样撞会出事吧 就 夸张一点 假如说 A同学是 100万公斤 不是100公斤 是100万公斤 然后 B同学是60公斤 然后这样撞下去 原本的公式 我们刚刚整理出来 如果2号禁止的话 公式会长这样 那我们先超过 因为空间不太够 所以只好把它超过来 如果说1号同学是100万公斤 然后去撞2号 然后 这两个相减 100万减掉60 跟本称没有减差不多 然后100万加60 也跟没有加差不多 就是说这两个可以忽略了 那忽略掉以后就会变成说 V1π 就大约就会等于V1 就是说 他根本没有感觉他撞到东西 就好像你开车 以后可能各位骑车吧 还是各位有在偷偷骑 你在偷偷骑车的时候 可能会撞到蚊子 有站直腰 不然骑假车车也会 骑假车车 你有时候会撞到蚊子 金师傅附近很多蚊子 然后你撞到蚊子 你会觉得说 你慢下来吗 不太会 因为蚊子和你的质量差太多 那第二个是 这个地方我们就要 就要讨论一下 这一个 讨论一下第二个物体 讨论一下第二个物体 第二个物体的四字 V2π 刚刚我们说是 2N1 N1加N2 然后 乘上V1 然后我们现在说 你这个N2太小了 比起N1来说太小 会忽略掉 那这样结果就会变成 这只剩下N1N1 消掉变两倍 所以变成 V2π 就会等于大约 大约等于两倍的V1 所以 蚊子 如果一个蚊子在那边飞 在空中这样飞 然后你可以看成它好像静止这样 然后你用一个速度 比如说你骑脚踏车 你有戴全造式的安全帽 就是可能要有比较好的保护 所以就骑脚踏车带全造式 然后你的那个镜片就撞到那个蚊子 然后撞到那个蚊子的时候 如果你们是弹性碰撞 那你就不会觉得你有撞到东西 因为你跟它比起来你重太多了 可是蚊子它会用两倍的速度飞出去 就比如说你时速30公里飙车 然后撞到那个蚊子 那个蚊子就用时速60公里飞出去 那当然中间有空气阻力 所以它很快就会又慢下来 那这一个是第三 N1大于远大于N2 那还有第四 还有第四 就是N1远小于N2 其实这个在193页就有 153啊 你就可以自己去 自己做做看 有的时候物理讲求的是 自己去思考出来 而不是一直听一直等老师讲 我们等这边干掉一下 有没有人还没有签到的 如果要签到要跟老师打招呼 就是在留言区 留言就可以 那第四个就是N1远小于N2啊 N2不动 然后一个物体撞过来 那这个撞过来的物体比起N2 轻很多 轻很多 那会怎么样呢 V1 Pi 一样我们再把最右边右上角的写过来 我们先讨论1号会怎样 那刚刚是100万公斤去撞60公斤 60公斤不动 然后100万公斤去撞 但现在反过来是100万公斤不动 然后我60公斤去撞 就有点像这一片墙啊 这一片墙跟学校黏在一起 然后跟整个地球黏在一起 它很重 然后我是60公斤 我去撞墙 这样子撞墙 然后撞下去以后 墙它的我 这个是我撞击之后的速度 会怎么样 因为这两个差太多了 N1远小于N2 所以这一次是N1被消掉 然后你会发现 这边有一个负号 这边有一个负 所以变成说是 负N2除以N2 那你就会得到 V1'就会等于负V1 所以意思是说 如果我是一颗排球 就是弹性碰撞 不然我直接去撞墙 这不是弹性碰撞 如果我是一颗 很有弹性的排球 那我去撞墙的时候 我撞下去的速度 跟我反弹的速度会一样大 但是反弹 就是负 变成方向是负 方向和原本相反 那还有第二个物体 墙 被撞的是墙 那它会怎么样 V2' 等于两倍的N1 N1加N2 V2 那我们说 这时候N1很小 我很轻 强很重 那这个是 极大 极大 那分母极大 它分子很小 就会趋近于0 所以墙不动 墙不会动 所以这就讨论完了 就是弹性碰撞的特例 弹性碰撞的特例 有五个 一个是 如果它们两个 质量一样 那 撞下去速度会互换 速度互换 你的速度变成我的速度 我的速度变成你的速度 那第二个是 如果被撞的东西是 一开始没有在动 那你可以分成 轻的撞重的 或重的撞轻的 那不管怎么样 被撞的这个东西 它一定会跟你 撞过来的方向一样 一样的方向走掉 它不会像那个 什么反作用力那个 对不对 它会那个 跟你撞过来的方向一样 知道我在说什么吗 就是撞过来 一定会往这边 不会说撞过来 然后往那边 可是撞过来的一号物体 它又可以分为 一号物体比二号物体重 一号物体比二号物体轻 那如果 比它轻的话 它会反弹 它会反弹 然后接下来就是 极端的情况 在非常极端的情况 超重的 去撞超轻的话 超重的物体根本不感觉 有撞到东西 然后超轻的物体 它就会用两倍的速度飞出去 两倍 所以有的时候你们会看到 所以有的时候你们会看到那个 有机会吧 有机会有的时候 车子压到石头 路上的车子压到石头 喷到石头 撞到石头 还是撞到那个铁铝罐 它那个撞下去以后 铁铝罐它其实会跑得比车子还快 那在撞下去的瞬间 那个速度大约是两倍的车速 那第二个极端情况就是 如果是超级轻的东西去撞超级重的 就比如说去撞墙 那我会直接反弹 它墙不会动 就这样 好那我们来看一下 范例4 在我擦黑板的过程 各位可以自己做做 马上练习153页的部分 应该还有声音吧 有 我看到了 在我擦黑板的过程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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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